經典的開始功能鍵回來了 不少用戶搶著要升級到Win10 但在升級的過程當中 小心有些程式會不見喔 登錄使用介面Win8右排 從時鐘日立到CPU狀態 隨習慣安裝的小工具 Win10先說掰掰 踩地雷跟新街龍沒有 那這點其實有時候是 在前一版像Win8 Win8.1就逐漸消失 踩地雷 街龍還有傷心小站 陪伴用戶長大的小遊戲 Win10也看不到了 取而代之的是遊戲商店程式 還有還有麗拼蘋果Siri 和Google的語音助理Kotana 不是每個國家都服務 只有每家英中法 以歐美為主的地區先體驗 中文版的Win10就不會有這個功能 再來就是如果你裝英文版開啟的話 它目前還不能辨識中文的功能 要用電腦看DVD 目前也只能安裝VLC類軟體 磁片也要加裝驅動程式 但少了軟體整合性 卻提高平板手機PC跨平台 使用習慣改變 用戶滿不滿意 升級後見分效 東森財運新聞 蕭韓宇佳豪台北報導 經典的開始功能鍵回來了 不少用戶搶著要升級到Win10 但在升級的過程當中 小心有些程式會不見喔 登陸使用介面Win8 把右排從時鐘日立到CPU狀態 隨習慣安裝的小工具 Win10先說掰掰 踩地雷跟新街龍沒有了 那這點其實有時候是在 前一版像Win8 Win8.1就逐漸消失 踩地雷 街龍還有商店小站 陪伴用戶長大的小遊戲 Win10也看不到了 取而代之的是遊戲商店程式 組織他們以為她認為 是最重要的 你喜歡的 還有還有 麗拼蘋果Siri和Google的語音助理 Kotana不是每個國家都服務 只有每家英中法 以歐美為主的地區先體驗 中文版的Win10就不會有這個功能 再來就是如果你裝英文版開啟的話 它目前還不能辨識中文的功能 要用電腦看DVD 目前也只能安裝VLC類軟體 磁片也要加裝驅動程式 但少了軟體整合性卻提高 平板手機PC跨平台 使用習慣改變 用戶滿不滿意 升級後見分校 東森台新聞 蕭涵宇嘉豪 台北報導